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庭审才刚刚结束,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来看看目前庭审的情况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就是在南极市中院的门口,那么在五点多钟的时候,庭审是刚刚的结束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在庭审现场我们的法治记号的记者刘洋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庭审的最新情况 刘洋你好,那么今天的庭审都有哪些焦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庭审双方的第一个焦点是对罪名的认定,公诉机关是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而被告人以及辩护人,他们认为只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罪名不一样的话,量刑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个焦点是是否具有自首的情节 被告人认为自己的父亲报警之后,他并没有逃离现场 而是等到警方上门将其带走,他认为这个属于是自首 而警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的父亲报警之后 被告人并没有终止自己的伤害行为 而是第二次举刀,进行二次伤害 所以不能认为是自首 那据我们了解,除了这个刑事诉讼外 这个死者齐某他的家属还提出了民事诉讼 那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死者的父母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 第一个是要求判处齐某死刑,立即执行 第二个他们还提出包括孩子的抚养费以及老人的赡养费 总计57万元左右的民事赔偿要求 那在这个庭审的现场,吉某他的悔罪态度怎么样呢 这也是今天这个庭审过程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 一方面呢,吉某说自己认罪,毁罪 请求法院从重,从快,对自己进行判决 另一方面呢,他又推翻了自己之前在检方以及警方做出的供诉 他说之前是说自己的妻,自己从那个厨房里拿出刀 对妻子进行砍杀 而今天当庭他供说是自己的妻子从厨房里拿出刀 他是从妻子手中将刀抢下来,夺下来 然后对妻子再进行伤害 所以出现了这个前后矛盾,言行不义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刘洋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庭审的现场还有一个焦点 就是吉某不满一岁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的将来将何去何从 谁将对孩子进行抚养 那这些问题呢,都是牵动着大家的心 那么吉某究竟是涉嫌故意伤害这人死亡 还是涉嫌故意杀人 那么法院将进行合议,则日宣判 无论如何,这个案件呢,留给人们足够多的思考和警示 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 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